颱風度蘇瑞逐步逼近臺灣 目前各國預測的路徑 都顯示颱風的中心點 將可能會穿過臺灣的南部 可能會替臺灣整體帶來強風豪雨 詳細的情形 我們來聽一下氣象局的說明 那它從雲形上來看 它早上這段時間發展非常的好 那強度跟暴風半徑都有增強 強度的部分是從每秒28公尺 增強到每秒30公尺這樣的強度 那暴風半徑從越南的100公里 增大到150公里的平均暴風半徑的大小 那預計它未來經過的仰面上 還是有利於它持續的發展 所以它的半徑還有擴大的趨勢 那強度也有持續發展這樣的現象 請大家一定要特別留意 那從路徑上來看 我們可以看到 從它最新的前置路徑預報可以看 它從今天到明天這段過程 是一個偏西方向上來移動的過程 那到了明天之後 會開始逐漸的向西北北轉 那北轉的角度將會決定它距離台灣 在靠西一點還是靠東一點 影響台灣的程度就不太一樣 那如果是以現在的路徑上來看的話 影響比較大的是東半部地區跟中南部地區 但是如果影響 它如果路徑比較偏北的話 它的影響就會比較偏向在東北部跟北部地區 所以它的角度將會決定它對台灣的影響程度 那請大家一定要特別注意 我們最新的天氣預報 那另外呢 我們開始受到它外圍環流的影響的時間 是在25號 25號的時候風雨就會逐漸的增加 特別是東半部地區有可能出現局部性的大雨 那西半部的天氣也不穩定 而且在25號的時候 各地都會有常浪的現象 一定要特別的小心 那它最接近我們的時候是禮拜三跟禮拜四 也就是26號跟27號這兩天 颱風是最為接近的 那各地都要嚴防強風豪雨 那雨勢的部分是從26號東半邊 一直逐漸的加劇 到了27號的時候 西半部的雨勢也會相當的明顯 那各地在這兩天 各地都要嚴防大雨或者是局部的豪雨 那風強浪大而且要提防長浪 這兩天 在禮拜三禮拜四這兩天影響是最劇烈的 那到禮拜五的時候 可以看到颱風就已經逐漸的遠離 所以風雨會逐漸的緩下來 但是環境風場上來講還是一個比較強的西南風 那各地的天氣還是不穩定 風浪還是偏大 請大家還是要特別注意 走颱風走後的一些影響 那從降雨趨勢上來看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其實在降雨趨勢上來說 明天的時候其實東半部 包含我們的基隆北岸東半部恒春半島這一帶的 偶爾的降雨情況就會稍微的增加 那再來的話五後也是有可能在西半部的中南部的山 中南部地區跟西半部的山區會有一些五後雷陣雨的現象 那到了二十五號的時候可以看到其實東半部地區的雨是比較明顯的 那可能出現局部比較大的雨勢 那西半部的天氣也開始變得不穩定 那二十六二十七的時候呢 其實是颱風的影響最明顯的時候 那從這張圖來看 這個颱風以現在的路徑上來看 影響的比較各地都是不穩定的天氣 各地都可能堤防 都要堤防大雨或者是豪雨 但是比較明顯的雨勢 最明顯的雨勢會是在東半部地區跟中南部地區 提醒大家如果颱風的路徑比較北邊的話 連北部東北部的影響也會加劇 一定要特別注意最新的路徑的變化 那再來的話禮拜五的時候呢 颱風逐漸遠離 那中南部地區還是會有下雨的狀況 那在其他地區也是會有局部短暫震雨的現象 還是一個比較不穩定的天氣 那最後提醒大家 我們禮拜二開始 颱風外圍會影響 那東半部的雨會增加 西半部也會變得不穩定 那禮拜二禮拜三 颱風整個影響我們最激 是我們颱風影響最激烈的時候 各地都天氣不穩定 這兩天呢 各地都要延防強風豪雨 那長浪的部分 在颱風來之前呢 在23號的東南部 恒春半島以及綠島藍雨 就要提防長浪的現象 到了24號的時候呢 東半部 基隆北海岸 跟恒春半島以及綠島藍雨 到了25號開始 沿海各地都會有長浪的現象發生 那提醒大家 颱風遠離的日子是28號 不過呢 28 29的兩天的天氣 其實還沒有太穩定 那環境風場上來講 還是偏西南風 帶來比較多的水氣 還是容易下雨的一種天氣形態 請大家要特別注意 以上是今天下午最新的天氣日報內容 立刻下載靜新文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靜善靜美 靜好新聞 幫我這一天氣要保護你 靜善靜新文